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就挺好的一项目 对 这个基金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基金会是我们一个有人机会来成立的 那么其中我们一个另外一个founder Catherine 她的一个同事 他是来自于非洲国家马拉维 他也是当地早年的 全国只有15个学工科的工程师 所以他讲到了我们当地的很多的挑战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在网络和书本上能够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想这样的话 专门针对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对口的学校开始 实实在在地开展 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洲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是很多的经济分泌挺低 一定是需要一些帮助 但是我们不可能覆盖的那么多 所以我们的名字 非洲温暖之星 就是来自于这国家的别称 那么从这国家开始 温暖之星是对马拉维的一个 对 因为这国家的人比较的温和 很温暖 那么气候也比较的温和 虽然是不为人知 大概在哪儿呢 他是在非洲赤道以南 在非洲的东南角的内陆国家 大概是在莫桑比克 赞比亚和坦桑尼哈甲的一个 只有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 哇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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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人口将近两千万 离那个齐勒马扎罗那个山呢 是不是很近 去邻国了 邻国 哇 你地理学的真好 没有 从小就听过 没错 那么这个成立这个的 我们就在着急想 怎么来把我们本地的孩子的 这种Bianese意识到 那么我们起源是 曾经来六月份在UBC 同这边的Future Way Institute 就是一个演讲区 共同主办了一个慈善的演讲 那么这个演讲的话 我们募集到了上千块钱 同时呢 有做了一些意卖和捐赠书籍 这是我们第一步 所以很多小孩子都投入进去 也知道了 做了很多贡献 但下一步我们就想 我们怎么来真正的 低线地去了解 而不是说 这国家继续帮助 我这有张图片 所以接着我们八月份 又组织了两位学生志愿者 多大年纪的学生 13岁和15岁 亲自去我们对口的 叫Mercy High School 来做了 我们不是说把 就是捐助的书籍啊 金钱只是带过那么简单 在那边的话 就想怎么来挖掘 当地孩子的潜力 所以我只是带着东西和金钱 来捐助给他们 而且我开了三项的夏令营 从公共演讲到教育 我想我打算一下 你们去之前已经联系好了是吗 有一个对口的学校 这个活动能够做得比较扎实 我可以说一定要做 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 您举个例子 我们当时第一次想得很好 要教他们学 小孩子电脑方面的编程 后来跟学校里的校长联系 很吃惊的 根本没有电脑 学校是吧 没有电脑 为什么 因为90%的家庭是没有电 所以我们带去的笔记本电脑 开始只是讲他们 基本的熟悉键盘 对Windows操作系统 都没见过 对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这边想象的 我可以帮助这个吧 但是发现 如果你不亲自到第一线 直接去了解 你很多的 你做的东西 并不是他们最需求的 和切合他们需求的 对 你想想 如果没有电 很多 我们看到发生 很多孩子第一次见不见 很高兴 全是用一个指头 因为他对键盘都是不熟悉的 对 我问一下 这种家长肯定关心 危险不危险 因为我以前知道 比如去南非 什么这种的 我觉得好像很危险 经常发生 什么什么抢劫 什么这些 这个非洲国家 整体来说 还是有区别的 有的国家 相对我们去的马拉维 还是比较的温和 没有以前像 经常在政变 但是就我们的那段时间 确实政局上也有不稳 因为他们很多人 对今年五月份的大选 反对派 或者一些支持者 很不满意 觉得有舞弊 所以在我们去的那几天 还真的有打过用的示威 但是我们避开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北边 但当趟 确实也有些商店的打杂 那小朋友当时 跟你们一起去的话 肯定对他们来讲 震撼是更大的 那有什么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小朋友 他们去的以后 打破了我们很多以前的想象 我们也想说 这个国家 因为人均收入 一天只有一美金 可能相当于我们 我们这几孩子 一天的一个生活 可能够那边一个班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 消费非常低下 但是绝对不是意味着 让我们很吃惊的 当地的孩子 其实潜力也挺快的 他们接触到的 演讲的技能 或者电脑 包括大家看到的 艺术上面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 都让我们很吃惊 所以我只是觉得 一个很大的 我们应该改变 我们很多的观念 他们可能信息并不 顺畅 那个条件真的很低下 但是呢 这些孩子对他们国家 这个贫穷改变 这种意识也很强 这也对我们的孩子 同时呢 领悟力也很强 这是对我们的孩子 我们为什么回来以后呢 又给很多的演讲学院 同学和其他中学 做了一些个介绍 分享 对 很多朋友都觉得 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象的 所以下一步也愿意 在各个自己的学校 成立自己的school club 那你觉得他们那边的 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些孩子 还有那个家长什么的 他们有这种愿望 希望你们去吗 对 非常的希望 首先有一个 他们听从我们来自加拿大 加拿大带来 很美好的一个带来概念 虽然我们加拿大 很可惜是英联邦 还没有在那国家 有这个自己的专员 他们肯定不知道白旗婚 不知道 但是很巧的 我们在去的时候 我们居然遇到我们 还有来自于 New West 来自于Burnaby 都大温哥华地区 对 他们都是这里中学的老师 他们是在一个教会基金 教会的组织下 是对我们帮扶学校 另外新建的学校 做油期和做基础设施的帮助 而且就是做了 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所以凡是听到 我们来自温哥华 来自加拿大的 他们都知道 Canada代表着一种 很愿意帮人的一个国家 所以都非常欢迎我们的 而且我们讲的课程 小孩子讲的课程 也是经过反反复复修正过 真正适合于孩子的 所以孩子从一个 没有学会电脑 能在两天之内 做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PPT 他们的成就感也很高 从一个从来没有经过 专业演讲训练的到 怎么来讲 跟他妈妈的关系 怎么来讲 改变他们国家的 他愿意 未来的职业的选择 所以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好一个教育 这一次是你儿子跟着去了是吗 是的 我们还有几个 朋友的一个孩子 那他们 这些孩子回来以后 有什么感受啊 孩子最大的感受 觉得他们只是一个 小的先遣队 他们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不断的 有机会在自己的学校进行宣讲 带来第一手资料 我觉得这个要远远比 他们经常在翻个报纸看到 我想帮这国家 这国家很轻 那么更有说服力 而且他们提供的 这些的方案 可能更适合于那边 而且能够带动 真正的 以生说法一样的 亲自带动 本地的小孩子 能够更多的投入 所以我们现在在温哥华 大温几个城市的中学 甚至在北京 上海 还有杭州 都有开始建立 各自当地学校的俱乐部 但是翻过来 我们经济混也会给他们 进行的系统的帮助 一些培训 来支援他们 让他们做的事情呢 能够真正的 贴合于这里边 你们去一趟的费用 多少钱啊 去趟费用 应该比回到中国 要贵得多得多 因为那个非洲的航空的业 并不发达 要至少转两次飞机 要么在南非啊 要么在埃塞俄比亚转机 那边的航空条件啊 也比较差 机场条件 所以呢 用营成本肯定是要很高 大概同样的飞行 要比我们回到亚洲 大概贵两倍 对 这个架长是很 我还要提醒大家 这个还要注意啊 因为卫生条件确实不好 你得打防御针 对 那个我们大概要打 6到8针 不同的防御针 因为当地的饮水 就是 Tap water 是完全不可以饮用的 就是刷牙也是不安全的 所以非常好的信息 要跟大家来一个分享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期节目 只能暂时讲到这里 当然就是观众朋友 感兴趣的话 我们接下来 还会可以多做几期节目呢 可以跟大家具体的 多多的分享 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讲 不见得说你的孩子 做一个体育生 就一定能够实现一个 人生很好的一个目标 其实从小做起 回馈社会 更是一个长远的 一个爱心的一个行动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上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吴景 也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周见